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样你就杀不了谎了 好 来这样子 好 写在纸的中间我转过去 因为你写下来了 你就不可能撒谎 万一我猜对 你又说不对 对不对 所以现在要求你写下来 写下来之后 再把纸折一下 再折一下 折成小方块 然后我就转过来 有没有给镜头看清楚 刚刚给镜头看清楚 我转过来 好 有没有给镜头看清楚 好 给镜头看了 那这样子要猜出来 我首先第一步得把纸拿到背后去 当然我不要看 然后我就把中间不是有画一个圈的地方 我直接把它撕下来 撕下来 我也不要看 我放在背后 然后已经撕下来了 看到吗 我把中间那里撕下来 然后这个给你 你拿走 然后用手压走 用手压走 对对对 好 我就这样可以感应出来 如果没有出错也没考虑 你写的数值应该是 40 哦 不对不对 30 如果是30的话 大家帮我 点赞 加关注 来看一下是不是30 是不是30 来 过来看一下 他写的数字30 非常神奇 非常不可思议 为什么他心里面随便 好 记得数字我都可以准确猜出来 来 想学这个模式教学 好的 观众按照我的意思呢 在这个纸的中间写了个34 记得这个模式只能拆两位数 不要让他写更大的数字 万一他写个6位数7位数 那你就拆不出来了 好 这样子 来 我们把这个纸折起来 对了 因为观众写好这个数字 然后你在背后的时候 你不是要偷偷把这个撕下来吗 把这个中间这一块撕下来 撕下来在背后再偷偷的打开 打开来的时候呢 这样藏在手机里面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给观众 来 这个你拿住 就说 这个你拿住 看到吗 其实我已经偷瞄到他数字 我已经记在脑袋里了 然后就假装猜 你写的是40 50 30 30 就这么简单 学会来观众 我是蒋冬 打电话不说